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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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弄来的 快拿走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进去禀报一声 你这 不行不行 你这还是会拿回去吧 什么事吵吵闹闹闹的 不想活了是不是 是他呀 他送了一堆橘子过来 非习要进宫 给贵公公请安 我啊 这项橘子啊 是这样 我这个亲戚呢 是淮南有名的橘农 他种的这个橘子 是皮薄肉厚 枝多肉甜 每年到了熟的时候 那是一橘难求 我特意弄了一整箱子来 笑进宫里面 您啊 这皇宫里边 皇上 太后 公主 贝勒 那吃东西都是有讲究的 你当时随便什么东西 都可以往里送吗 万一吃坏 那是要掉脑袋的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特意送给贵公公你 让你尝尝 你尝了没事 那不就没事了 喝着我吃坏了 就没事是吧 肯定没事 先抬进去再说 行行行 你们两个 把这箱子抬到我房里去 折 折 麻烦了 麻烦了啊 进来进来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行了行了 都下去吧 正正 这儿除了你 没别人了吧 你要是不算呢 那就真没别人了 怎么回事啊 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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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木骨娘 乌骨娘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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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幕府的人 不是把徐大哥给抓进去了吗 我们就把他小郡主给抓来 这样的话 看他们感动徐大哥一根毫毛不敢 好 这个极策好 有了他 我们就有本钱下大注了 听说他们慕王府派了大批高手进京 这回 我看他们谁敢动手 为乡主啊 这个倒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派大批高手 这次进京真不是为了跟我们掐家 那他们跟谁掐家 吴三桂的儿子 吴英雄 进了京了 他 他才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要杀吴英雄 为乡主真是料事如神啊 那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打 我们看热闹去 这个 属下也不太清楚 那行 这件事情呢 本乡主知道 伴着不错 那宝云 给我抬走吧 把这儿把这儿 喂 乡主 我们把人送来 就是想 你不会是想 把它藏我这儿吧 是想把它藏在你这儿 这普天之下最妥当的地方 就是这皇宫里 这幕府的高手再多 他 他也没有皇宫的大内高手多呀 是不是 再说了 他们打死也想不到 我们把人送到皇宫里来了 好好好 就算他们能想到 那不是还有你维乡主 在这儿撑着的吗 少来这个 你放在我师父那儿更安全 维乡主 怎么说小郡主 她是个黄花大闺女 这真要放在乡堂里 跟我们这帮大老爷们在一块 那不是坏人清白吗 所以我们送到这儿来 跟维乡主在一块 那不就没事了吗 为什么 维乡主 你跟他一样年轻 你们有共同话题吗 再一个 你在这宫里办事 那就没什么事吗 我们大家都特别信任你 信任我 行行行行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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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那个 为了不让他乱动 不乱说话 我点了他的 神堂学 阳刚学 还有脖子后面的 等等等等等 你说这些学道我都不知道 直接给我看 神堂学 阳刚学 还有脖子后面的玉甲学 那他想吃饭怎么办 吃饭你先给他解开 这样就解开了 对了 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 先点他的 环跳学 这屁股上是环跳学 这就是环跳学啊 这个学好 这个学好 那他要上茅房怎么办 上茅房 那点 行行行 你走吧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好 那属下先告辞了 走走走 走走 想不想我点你的环跳学啊 你个小子 学进咋 你别动 我非要在你的脸上 挂一只物贵 我非要在你的脸上 画一只物贵 我非要在你的脸上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偷瞄我 既然都看到我是谁了 就把眼睛睁开吧 你说什么 你想说话是不是 行 你把眼睛睁开 我就把这块布给拿开 睁眼 睁眼 我让你把眼睛睁开 对嘛 这样不就怪了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我拿开之后 你可不许大声地喊叫 不然我弄死你 知道吗 怎么又是你啊 是不是觉着冤家路窄啊 我记得在扬州立春院的时候 你打了我不止五六十下 踹了我不止七八十脚啊 不要碰我的脸吗 恨我会哭的 不许哭 老子摸一下你脸都不行吗 你以为你是陈于落雁之帽啊 去 今日我倒是要让你瞧瞧 看看是你小郡主厉害 还是我贵公公厉害 我呢 我呢 要在你的脸上画一朵花 我画了 不要动 你这一动我就画歪了 画歪了就不好看了 对对对 就像现在这样 不要动 我很快就能画完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画的漂亮亮亮的 没想到 我居然还有画画的天谱 你想不想欣赏一下 我好丑啊 这就是半成品 我还没有拿刀刻呢 就像人家刻图章一样 等刻好了以后呢 我就领你到天桥上去 帮人家印小乌龟 我会大声地吆喝 三文钱一张 五文钱再送一张 总要给人家打个折嘛 只要有人给钱 我就用黑墨抹在你脸上 再拿白纸 一按就是一张 一按又是一张 一天很快就能按上个一百张 三百文钱 够花了 你还不眨眼 那我拿刀子刻了啊 我刻了啊 我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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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贵公公 讨厌 你稍等一下 马上回来 什么事啊 各位公公 饭菜已经给您备好了 按照您的吩咐 多加了一副碗筷 要不 我给您送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了 好好好 饿不饿呀 我为你吃点好吃的 吃完了 我们再慢慢玩 吃点 别静静不是吃罚酒啊 你要是饿死了 我还得处理尸体 很麻烦的 你把人家的脸 割成这样一个丑八怪了 我还不如饿死算了 好丑啊 我只知道 你们沐王府的人姓沐 没想到真的个个是木头 呆头呆脑 什么都不懂 我们沐王府的木 是三点水的木 又不是木头的木 木头浸在水里 不就是一块烂木头了吗 现在还是有补救的法子 别说我没告诉你啊 只要你叫我三声好哥哥 我就把你的小脸蛋补好 再把这个小乌龟挖走 挖得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的脸都成这样了 你要再挖几下 那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呢 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自有灵丹妙样 不过 如果时间隔久了 我可不敢保证 会不会落下 一条乌龟尾巴什么的 你叫不叫啊 自己看着办吧 如果 我叫了 你 你没有帮我恢复原样 怎么办呢 那我就吃个亏 加倍叫你 身身好妹妹 你呀 不用担心 这里可是皇宫 什么都有 修补脸蛋的药 别说你没见过 连听你都没听过 你等着 好 这个珍珠 我可是花了两千九百九十九两买的 很贵的 你干吗呀 我若是把你修复成原样 还显不出我贵公公的本事 我一定要把你的脸蛋 补得比现在美上十倍 你那三声好哥哥 才会叫得心甘情愿 这颗药很贵的 你听名字就知道了 珍珠回春高 涂完之后抱你碧花修月 碧月修花 你还盯嘴 没有 没有 我只是纠正你的错误 那你叫不叫啊 好 好 好哥哥 我听不见 好 哥哥 再大声一点 好 哥哥 好妹妹 好妹妹 把眼睛闭上 谁那么讨厌 来 稍等一下 我马上回来 什么事啊 桂公公 康亲王府来人说 王爷已经多日未见 甚是挂念 所以今天特意设宴招待公公 说公公想要的 一定应有尽有 务必请公公赏光一驾 想要的应有尽有 是 说我马上就去 喳 即将是 这条 consent 他在闪下 要是 披露那边的 事不断 伤心 templates 哎呀 proprio 你 你又怎么消气嘛 欢迎你试试 人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就让我嫁给他 还是云南那种 既不落实 尿不胜大的地方 凭姓王世子怎么了 了不起啊 皇帝哥哥的脑袋 是被驴踢了吗 就让我嫁给他 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业 嫁进随鸡 嫁随狗 都是胡扯 胡扯 胡扯 扯 别说是皇帝哥哥了 就是玉笛老子来了 我也不嫁 公主 皇上只是跟太后那么议题 应该不会当真的 君无戏言 君无戏言 你懂不懂啊 这是圣旨 谁敢违抗圣旨啊 那公主要不要去看一下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好啊 看看 就去看看 让你好好看看 我怎么捏死她 贵兄弟 贵兄弟 王爷 哎呀 贵兄弟 小贵子没来晚吧 哎呀 哪里啊 可把你给盼来了 欢迎欢迎啊 哎呀 王爷 您这气色不错 哇 肯定会好运连连呢 哎呀 王爷 哎呀 好什么好啊 哎呀 好什么好啊 你不来就不好 你来了我自然就好了 你来了我自然就好了 啊 王爷 请 准你的大驾 咱俩喝酒听戏 大闹他个十天八天的 就怕皇上离不开你呀 鬼公公 走吧 都等着你了 走走走走走 走吧 走 走 走走走 走走走 王爷 为贵公公 各位大人 吉祥吉祥 为贵公公 为贵公公 多曾管 来 贵公公 索大人 您也在啊 是啊 听说小兄弟今天来 我就自告奋勇地 来凑热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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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大人 您说这话 就折杀我了 哎呀 王爷 哪里呢 王爷 平夕王世子驾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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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夕王世子不就是 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吗 对啊 吴英雄 我能在这儿遇见他 他就是专程为你而来的 难道你还不知道啊 为我而来 哎呀 我说 兄弟 你今天可要发大财了 哎 大人 那得看手气看运气 不好说的 哎 哎 靠赌发财 那没出现啊 不靠赌怎么发财啊 嗯嗯嗯 今天呢 吴英雄进宫 这朝中的大官 是个个都留了红包啊 哦 吴三桂是派他儿子 来京进宫的 嗯 哎 我又不是朝廷大官 又不会给我送礼 左大人 您太抬举我了 哎呀 你呀 你还不明白吗 啊 待会儿啊 吴英雄不管送你什么礼 你 都不能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来 大人 你的意思是 吴英雄会给我送礼 哎呀 你看没弄明白吧 嗯嗯嗯 你现在可是那个宫里的大官 那比朝廷里那些官 那也威风多了 这吴英雄啊 可是精明强杆之人哪 嗯 这该给谁送礼 他是最清楚的 嗯嗯 哦 哎 大人 你说他给我送礼 我还不能表露出 欢喜的样子 哎 那我该怎么办 你呀 哎呀 就淡淡的这么一句啊 啊 啊 五十四近亲 五十四近亲 一路上 辛苦了 辛苦了 这 就这么一句 哎 什么意思啊 哎呀 他是要看你 痛痛快快地收了这个礼 嗯 那你下边就没戏了 哎 我让你 装出冷淡他的样子 他就会想啊 哎呀 我这个礼 是不是送亲了 那他明天 嗯 肯定 就给你重重地送上一份大礼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大人英明 大人英明啊 贵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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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爷 这位贵公公啊 是皇上跟前最得力的公公 上书房历情敖拜 就是这位贵公公 贵公公 在下在云南之时 就听到您的鼎鼎大名 哦 父王跟大家说 皇上英明果断 是圣明天子 还说 在圣明天子脚下 连您这样年轻的 也立此大功 真是好声令人羡慕 父王吩咐在下 背了礼物 向公公您表示敬意 不过按朝廷规矩 外臣不得结交内官 在下是空有此心 却不敢贸然求见 这次有康王爷赐此良机 真是不胜荣幸啊 哎 哎 我们做奴才的 就是奉皇上的旨意办事 这一呢 是不怕苦 二呢 是不怕死 也没有什么功劳 哎呀 这世子您这 世子一路来京 一路上辛苦了 咱呀 就别站着聊了啊 咱落座说落座说 请请请请 坐坐坐 来 请请请 请坐 来来来 坐坐坐坐 这儿坐这儿坐 坐下 坐坐坐 上场 是是是是 奴婢是新来的 叫贱爱 别人 你坐好 慢一点喝 千万别烫着 好 王爷 人家的婢女 找得真确呢 小王爷 过奖了 过奖了 王爷 我我 我方便一下啊 来来来 那个 姑姑公主殿下 你你你怎么 怎么 怎么怎么 怎么了 奴才是说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穿着这只奴婢的衣服 在这里端插倒水 这这这这 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让太后知道了 不光是奴才 就连康亲王爷跟着倒霉啊 倒霉就倒霉呗 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怎么 你不想和我一起死吗 你怕吗 奴才倒是不怕 可是 我的姑奶奶啊 就算奴才求你了行不行 您就赶紧回宫去吧 要不然奴才 怎么跟皇上交代呀 交代个头啊 就是因为他 我这一辈子的心资 美梦爱情 憧憬全都没了 谁给我一个交代啊 奴才不懂您在说什么 但是奴才知道 您一定要赶紧回宫 来来来来 让奴才送你回宫 你少给我装不知道 皇帝哥哥让我嫁给那无英雄 谁 吴英雄 里面那个笨蛋 不是挺好的吗 我吼你个头啊 吼你个头啊 吼你个头啊 你嫁啊 你愿意嫁你嫁呀 你嫁你嫁呀 你嫁呀 都希望我嫁人是不是 是 好 我现在就去伺候我的驸马爷去 公公公公主 哎呀 你别走啊 公主 哎呀 王爷王爷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那你让他在这里端岔倒水 让太后知道了 你倒霉了 哎呀 我要是能拦得住他 我能不拦吗 哎 跑到我这儿跟我说 非要干这些 我 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是没辙呀 不行 得把他弄回去 怎么弄 就是把他打晕了 也得把他弄回去 这 这 鬼公公 鬼公公您慢点儿 慢点儿 慢不得呀 您又不是不知道公主的 他那个性格 哎呀 大师妖精 他呀 只是耍性子 啊 终究会识大体的 他 识大体 爹 鬼公公 眼下皇上交代的事情 是最紧迫的 平夕王世子 已经到了府上 我要让府上的神招上人 待命 听候差遣 这切磋切磋嘛 没那么夸张 大家也不够 就是比划比划功夫 再说了 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您府上 为了迎接贵客 所准备的一出戏而已 是啊 是啊 一出戏 一出戏 还要鬼公公 配合演出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只是王爷 这公主那儿 您还得派人 稍微留意一下 哎 你放心 我都准备好了 好 好 咱们过去请吴世子吧 好 请请请 请请请 本府 一位吴世子 和各位大人 请来了京城 最好的戏班子 好 为大家喝酒助兴 王爷 这戏又有什么好看的呢 听说王爷 为了捉拿敖拜的余党 这几个月 可是招揽了不少武林高手啊 在座的 大多都是习武之人 这戏班子嘛 随时都能请来 可是 这一等一的武功高手 那可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不知道王爷 能否让我等也见识一番呢 是 让我们见识一番 那我呀 就布扫大家的雅兴了 功绩 不如从命 多谢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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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高手 大人们哪 想欣赏一下你们的武功 沈昭 你带个头 掩饰一番 既然是掩饰 那不如请贫僧 武功更为高强的师兄 回禀王爷 在下并非不识台诀 所谓功夫 是以搏斗展现套路 而非江湖上的杂耍 在下难以从命 这位大师 我们无非 也就是想见识一下 您那个什么什么套路啊 搏击什么的 开开眼界 简简单单 不知道哪位高手 愿意自告奋勇 和这位大师 切磋一番呢 是 是 切磋一番 我早就听说了 平夕王府是高手如临哪 小王爷 是不是挑选出一位 能不能赏我这个脸哪 王爷 您言重了 只是此次进京 带的都是贴身侍卫 哪敢与王府上的大师 一较高下呀 小王爷 客气了客气了 双方啊只是比试比试 不会伤了何气 不会伤了何气 是 是 启禀王爷 晓得此次只是奉命服侍世子的 起居饮食 是 王爷 借我些银两如何 客气了 一百两够不够 够了够了 那就多谢王爷了 我看就这样 你们呢 就简单地比试一下 这剩的上大元宝两地 这输的也有一地 我们无非也就是开开眼界嘛 好 小的 恭敬不如从命 好 得罪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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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得罪了 好 小的武功拙劣 只能夺善 多谢大师手下有情 佩服佩服 好 好 好 太精彩 太精彩了 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啊 二位的武功 那可真是登峰造极 出神入化 王爷 那我可要戒花献佛了 好 赏赐元宝 喳 来来来 来 请笑纳 谢王爷 谢王爷 客气客气 平夕王啊 真是领导有方啊 让本王大开眼界啊 王爷 您见笑了 双尔姑娘 请问方明 姑娘 请问方明 小王 问你名字 嘿嘿嘿嘿 赶问秦王 赶问秦王 她 是哑巴 你才哑巴呢 我就叫嘿嘿嘿 大胆婢女 竟敢对世子无礼 你猜大胆 你 我打你 你没完事啊 别来救我 别来救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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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 快快 快点 快点啊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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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呀 这个侍女竟然比我还重要呢 这不是羞辱我吗 王爷交代 天子教下 凡事忍耐 快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求你了 姑奶奶 我的姑奶奶 这个场合不能闹啊 不不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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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我 打 打 打 我打你 你 你 打你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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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谁被你打 打我可以 不可以 打吴永雄 他好歹也是王爷的座上宾啊 背你个头 你没有看到他多无耻吗 他占我便宜 你都向着他 你是不是男人啊 我 他是贵公公 公公 贵 公公 怎么样 没事的 没事没事啊 我们去看吴永雄吧 那个 双儿 你在这里陪着剑儿姑娘 千万别让他出去啊 走走走 小王爷 小王爷 请请请 好 请请请 来到苍亲王府 就像来到了自己家一样 一定要吃好 玩好 乐好 只要你高兴就好 王爷您请 落座落座 小王爷 之前本王府的人对你不太礼貌 请小王爷不要记在心上 王爷客气了 现在本王爷略被剥离 表示歉意 来人 上礼 王爷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你何必这么客气呢 小王爷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请您务必收下 这 王爷 既然小王爷都说大家是自己人 那就别客气了 听说小王爷有滇难赌胜之称 在牌桌上从来都没有输过 巧了 我们贵公公啊 在赌桌上也从来没有被打败过 运气 运气了 这样好吧 不伤雅兴的 小王爷跟贵公公玩两把好不好 贵公公 如果你不介意 咱俩玩两把如何 那太好了 能和小王爷切磋两把 实在是我小贵子的荣幸 小玩小玩 这要是高兴就好 对对对 来 来 来来来 来 来来来 王爷请 王爷请 王爷 王爷 贵公公 我来座庄 三把订输赢如何 好啊 三把就三把 那我先压 贵公公 您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 就这么五十两 杨兄弟 咱哥俩合伙赌一把 好不好 贵公公 小人不太会赌 没关系 你不会 我会嘛 那 你把王爷赏你那五十两 先借我拥拥 小王爷 我和杨兄弟合伙赌 可以吧 贵公公 要和谁合伙都可以 尽管下 弄弄弄弄 王爷都发话了 来来来来 杨兄弟 你跟我是一伙的了 小王爷 我就看你的手气了 我今天压你 谢王爷 祝你好运 我这真来了啊 天灵灵地灵灵 天灵灵地灵灵 保贼 就把呢 る 眸 老乙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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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尼 什么 傻啊 你刚才跟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敢骗我你死定了 干什么 我 走 桂首帝 你运气啊太好了 什么运气啊 他故意输给我们的 你这你也看出来了 这么点银子就想把我们给打发了 太便宜他了 今儿只是个银子 杜大哥 我去晒个茅房 你上什么茅房 听雨萱 听雨萱 我带你去 我自己去 出了院子往东走两步就看到了啊 别扶住 你得让我先看看东西 银子不会耍你的 来 是 你要是不给银子 我到哪儿找你去 这是一千两你先拿着 不行 先付一半 放走这件事就做吧 嗯 好好好 五千两银票你拿着 快带我看东西去 跟我来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查到这个东西的所在 剩下的五千两 拿来 算你厉害 呐 他让你来 你竟然怎么打了 我还能看 我看你 他让你去 如果让你打了 你还是不骗你 或者你吃了 那也不骗你 我来 Eddy上去 你去 走 我去 你去 不怕江湖血就怕没心眼 死了